柯文哲有 驚人自語 你要怎麼司法改革 找黃國昌當法務部長 就司法改革了 很多網友支持黃國昌 還滿興奮的 黃國昌說 沒有拒絕 謝謝 謝謝 欣然接受 謝謝 謝謝 黃國昌說 我不是去做官 是去掃蕩 讓我當法務部長 我一定去 我一定去 其實我之前也講過 讓我當法務部長 我三個月之內 該判死刑 執行的通通執行 除非真的是有冤屈的 或是實在那個案子有問題的 否則的話 你拖了這麼久 你什麼意思 你簡直是對司法最大的羞辱 王鎔瑜說 政治像戀愛一樣 需要一些衝動 亂講 這講什麼 好幾多 這裡頭有很多錯的 戀愛怎麼都是衝動的 政治怎麼都是戀愛的 講兩句 兩句都錯 這個每個人的體驗不同 也許他當時的政治像戀愛 我不知道 他自己的講法 柯文哲直播說 當前後找黃國昌訪務部長 網友說 拿著我的票了 就有些支持黃國昌的 另外 這是亂講 他說他要培養網軍 每天選一天 他要培養北京政府的網頁 他首先是說 國慶的時候 去把他的什麼高鐵癱瘓 那他鐵路通通癱瘓 幾千萬人不能運輸 後來又說再早一天 把他的ATM癱瘓 竟然把他的網頁給他癱瘓 好 那麼另外到底 柯文哲的副手是什麼 女性中南部 但是企業界或財經界出身 這樣的話就沒有柯郭沛了 本來就沒有柯郭沛 郭台銘怎麼會當副手嗎 是不可能的 我們看一下 我跟你講最快的方法找黃國昌 來當法務部長就好了 我們不用每一件事情都自己會 如果當選總統 司法改革如何上菜 民眾黨主席空折端出的解方 讓時代力量 前立委黃國昌笑開懷 司法改革我實在是沒有想法 你跟我上課好了 結果我聽了半個小時 我說算了算了 我還是聘你當法務部長就好了 我要自己搞清楚我沒辦法 柯P說司法改革 就聽國昌老師的就對了 真的還假的 他講話講這麼直白 這樣我怎麼好意思 謝謝 謝謝柯文哲主席 聽到網友第一時間抱歉 黃國昌得一之情 眼不住至於個人意願 致電本人沒回應 但早在上個月 他就說過Yes I do 有機會讓我當法務部長 我一定去 我不會跟你絞情說 沒有啦 另找閒人 柯文哲頻頻對小綠招手 挖牆角實力主席往往運冷回 點破其中 不過是大選操作裂解綠營 你眼前的黑不是黑 而你說的白是什麼白 周東景代表什麼顏色 政治其實可能就像戀愛一樣 雖然需要一些衝動可能在一起 但是如果要長遠發展 絕對是需要更多理性的思辨 而翻開歷屆法務部長 除了施啟陽 馬英九 陳仲謀學者出身之外 多半具有檢調或法官背景 黃國昌一路走來打官司 經驗豐富 至於揭蔽是否就失任防護部長 恐怕柯P還小嫻當選 再來詢問當事人意願才有意義 好 來 危害 黃國昌在立委沒有當之後 他成立了一個台灣公益揭蔽 機吹哨子的保護協會 所以你跟他最近講 IMB的案子等等 有很多的被詐騙的受害人 跟他檢舉 他身邊有一些退休的檢察官跟律師 還有一些資深的媒體人在幫他做 所以他調查能力很強 因為我也跟他一起直播 他每個禮拜一晚上會直播 也專訪他好幾次 他明確的講 他沒有意願再當立委 所以原本外界委員在講說 是不是台灣民眾黨能夠爭取到 現在還是時代力量黨籍的黃國昌 成為民眾黨部分區的第一名或第二名 可能會增加一些年輕的選票 黃國昌明確表示他不要 可是並不是說他沒有要跟民眾黨合作 雖然他現在是時代力量的黨籍 我講第二次 所以我黃婉一再跑出來 你不是我們時代力量黨員嗎 怎麼跟柯文哲在評送秋波 那是怎樣 但是因為柯文哲他有 他有中了黃國昌 他現在目前他最想要 他覺得法務部很多 還有包含檢查體系 他覺得需要改革 他願意當法務部部長 公開講說如果讓我當我願意 現在就三個總統參選人 這只有一個公開講說 如果我當總統到柯文哲 他就要讓黃國昌 所以昨天晚上那個直播 很多的昌粉再加上 黃國昌自己直播 他的抖內金額是3萬 柯文哲那一場跟館長 抖內金額上衝17萬 所以加起來就是說 這些年輕的選票 目前他們集成一團 黃國昌跟館長 馬上要去走上街頭 居住正義跟公平正義 其實可能最後是會合作的 柯文哲跟館長那個直播 在線是3萬5千 要很多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看得到 這樣子的倡議 我覺得很直白的就是說 柯文哲正在營造一個什麼 聯合政府的可能性 你說今天他到底是 時代力量的誰 或者是他其他黨籍 重點是在於黃國昌本身 他的揭蔽能力 以及對於司法改革的重視 這才是柯文哲他會 好像人家覺得是遞出橄欖枝 但我覺得不要這樣想 應該是說如果說現在看 當前能夠做司法改革可以做得很完整 而且立即上手的是黃國昌這個人選 那剛剛像偉翰哥說的 如果說他今天他願意當法務部長 Yes I do 如果三個候選人都公開表示 那就不是柯文哲一個人的問題 那同時間我覺得在這一塊 大家不要去特別去揣摩說 我們是不是又要去拉誰等等的 聯合政府 這是最有可能在柯文哲身上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用太刻意的去營造說 柯文哲是不是在抓其他政黨的人 來 赤保雄 柯文哲講這個話當然一個前提 他要當選 那他過去就不斷的講 聯合政府 聯合政府 因為我剛好我最近也是有跟 常常有跟一些朋友 大家在聊政治的事情 好多人就是說柯文哲現在 這三個裡面 口才最好 反應最快 而且一下讓你抓到重點 可是最沒有機會當選總統的是柯文哲 大家這樣認為 因為畢竟國民黨 還是有他一定的基本盤 民進黨有他一定基本盤 柯文哲這個空氣不要非常多 所以他現在不斷的去充實他的地盤 然後黃國昌這一招 講了法國部長 可是我看的是他可能就把他 如果能夠說服黃國昌 去當民眾黨的部門區的立委 放第一名或是第二名 那對民眾黨的政黨票是很有幫助的 我看的是看到這一點 因為當了部門區的委員 隨時入閣也都可以 平等一講 柯文哲能夠今天說沒糖格有麻 這台灣人說的就是你做麻糬的時候 本來連糖都沒有了 現在連芝麻都給你沾到 我們必須要佩服 這個連我都是覺得 這個真的不容易 但是他這種無厘頭的耍嘴皮 其實台灣民間有這套本事多的事 只是他們沒有機會 柯文哲就是從民眾黨混混混混 混到今天有讓他只有連郭董 郭董錢財再多也混不到這個機會 所以你不得不 柯文哲今天到不管將來 這個民眾黨要幾年以後才會泡沫 我告訴你 民眾黨一定泡沫的 只是幾年的問題而已 但是他享受 他能夠玩到今天 就算已經馬上就完結 他也很快樂 所以他如果能夠再玩四年 玩八年 玩十年 此生於遠足矣 所以他沒中就沒關係 你以後他知道他沒中就沒關係的時候 比較厲害 人就是有顧忌才要綁手綁腳 一旦沒有顧忌 我那天給侯友宜的副市長講 你選舉如果不是自然自己感覺快樂 不用選 你知道嗎 理由都要理由的 手段也要理由的 我在選的時候 我報名三點就想說馬上 還不趕快天空 趕快天空就要出來 武翁大家看 你如果要聽得懂 聽得懂 你是在替相選就沒意思了 所以這一點 是柯文哲的厲害的地方 但是就這個層次的本書 他其實不是第一流的 還有真的這個世界上 比他行的人多的是 只是他沒有機會 老實講 沒錯 就是你要選做公共選舉 公共服務人 你自己一定要從裡面得到樂趣 每天接觸群眾 你都覺得很興奮 然後把你的點子 把你的想法 能夠告訴群眾 能夠說服群眾 一定要有這種熱情 當候選人有這麼多熱情的時候 他旁邊的人可以感染 然後慢慢下來 到了選民 如果你熱情是這樣的話 到選民就沒有了 所以候選人本是 一定要充滿光跟熱 一定要非常有熱情 非要這樣 不可 來 柴薇 選過去的人 其實在去年 大家五八二還記不記得 其實黃珊珊他就去港湖 他不只是幫他自己的 子弟兵戰壇陳佑誠之外 他也幫時代力量的 陳志明戰壇 所以其實時代力量 跟民眾黨合作 早就有跡可循 當然去年陳志明他沒有選上 這時也代表民眾黨 不然是黃珊珊或柯文哲 其實他們的光環很難照亮到別人身上 其實在去年同時間的時候 黃國昌也坦白說他要支持黃珊珊 那個時候他就已經說 他要支持黃珊珊了 但是問題是來了 兩個政黨他們的理念觀念 核心論述其實還是不盡相同 所以到底要怎麼說服支持者 我覺得這還是很困難 尤其是要怎麼說服時代力量的支持者 因為時代力量其實去年就有反彈 他們那個時候在黃國昌 說要支持黃珊珊的時候 他們內部其實就有意見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現在柯文哲看起來 他是慢慢比較靠近藍營 甚至他都在抓藍營的票 好 如果他今天要找黃國昌 去當法務部長 藍營的支持者可以有辦法接受嗎 我覺得這是沒辦法 至少我是沒有辦法 所以他在說要找黃國昌 當法務部長之後 我覺得他很多的論述 如果沒有補齊 沒有說明白的話 反而很容易傷到他自己 但是他很容易傷到他 所以他可以接受了 但是他在說要怎麼說 這個時候 他就像柯文哲 跟黃國昌珊 他們在說話